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这道菜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一般只有在大城市才有的卖 小地方都嫌贵 不过做出来非常好吃 它就是蔬菜中的贵族卤笋 看来贵也有它的道理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今天在超市里花20块钱买了一把卤笋 首先我们将卤笋的根部切去不要 因为这一段比较老 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然后把卤笋解开来 有的人会把这个卤笋皮撕去不要 其实卤笋皮含有丰富的化青素 只要不老就可以吃 把卤笋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像洗筷子那样把卤笋清洗干净 将卤笋简单的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现在是卤笋大量上市的季节 现在的卤笋也最好吃 我们把卤笋用斜刀切成薄片 像这样切 像这样切 横切面就比较大 更方便卤笋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 将卤笋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先把肥肉切成薄片 炒卤笋的时候 加一点肉或者是猪油 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之后 再把五花肉剁成肉末 这样可以将肉里面的鲜味 充分地示范出来 全部剁好之后 把肉放在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 放几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 装在碗中备用 趁大蒜不注意的时候 把大蒜切成薄片 因为有肉 我们可以加一点生姜 也切成片 将蒜切好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段的大葱 先将它切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也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个碗汁 小碗中放入两勺生抽 半勺香醋 一勺蚝油提鲜 少许食盐 再来点白糖 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让里面所有的调料都化开 我们提前调个碗汁 是为了节省烹饪的时间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水开 加一勺食盐 再来一点食用油 把切好的芦笋 放到开水中焯一下水 加入了食用油和银 能保证芦笋在焯水的时候 颜色鲜硬 芦笋倒下去之后 焯水的时间不易太长 大概30秒之后 再将它控水捞出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过凉 这样既可以保持银色脆绿不并 而且能使芦笋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将芦笋过凉之后 再将它控水捞出 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肉末倒在锅中 开中小火 慢慢地翻炒 把肉末里面的油分炒出来 先将肉末炒至变色 然后再炒干肉末里面的水分 倒入一点料酒去腥 然后继续翻炒 炒至五花肉表面 微微发黄 肉末里面的肥油炒出来之后 再把姜蒜辣椒倒下去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鼎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把姜蒜炒香之后 再把焯好水的芦笋倒进锅中 这个时候就要转大火 快速地翻炒 只有开大火炒出来的芦笋 才会更加的脆爽 而且颜色也不会变黄 炒匀后再加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料汁倒下去之后 继继续快速翻炒 把芦笋炒至入味 我们在料汁里加了淀粉 这样可以使料汁均匀地附着在食材的表面 让每一颗食材都充分地入味 哇 太香了 简单地翻炒个六七八下 我们的芦笋就可以出锅了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一道非常脆爽鲜嫩的芦笋就做好了 这种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炒出来的芦笋 不发黑 不变黄 吃起来鲜嫩脆爽 开胃下放 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芦笋 鲜嫩的同时又带着一丝青蹄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经常买一点芦笋吃 对身体有好处 喜欢吃芦笋的朋友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